剛剛這個函數,比如說像以這個file函數 如果你不會的話 甚至還是可以問一下chargept 或者問一下gemony都可以 我剛剛試了一下,我發現gemony也OK 比如說我把問題直接在這邊輸入好了 我就問他說,請問在Excel的B2儲存格中有一串文字 比如說把這個文字貼上來 然後我要取得錢瓜額的位置要用哪一個函數 要用什麼函數 反正你就把敘述告訴他 那你會發現把這個問題送出之後的話 他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基本上他會直接告訴你用file函數 有沒有OK 那當然你不會用的話 他會告訴你答案就是這樣子 等於錢瓜和豆點B2 你看有沒有完全一樣 你就把公司貼過去,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知道用哪一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串敘述打上去 他就會告訴你答案 所以這邊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底下還有一些說明 甚至他說可以用search 那你說file跟search有什麼差別? 其實以這個地方來看 結果都一模一樣 當然最大的差別他說就是大小寫 就是search的話有分大小寫 英文 那如果是file沒有區分大小寫 所以假設你要找的資料 並不是英文字的話 或者可能只是一個符號 或者是一個中文字的話 那你用search跟file其實結果都一模一樣 不過理論上用file的機會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file比較短 打字都比較省一點 社群的話要打六個英文 file的話只有四個 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人都很 誰這麼勤勞要打這麼多字 所以理論上用file的機會比較大 那剩下你說 那公司的部分要怎麼做? 其實我發現其實底下的問題都一樣 你就是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把問題再丟到Gamity裡面 就OK了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 我們就完成剛剛的這個問題 甚至你file如果不會的話 你甚至可以再把那個問題 再丟到Gamity裡面 一樣會有這個公式的答案 那你說得到這個答案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想要再延伸一下 我想要把它畫成一個圖 什麼圖? 我想知道這個五十幾個同學裡面 到底哪個科系的是占第一名 哪個科系是占第二名 就前三名告訴我一下 那怎麼做? 或者前五名告訴我一下 那我希望得到的有點像是 你們在雲端白板上面看到的 我其實每個都會有個答案 這個是題目 答案在這裡 所以你把它打開來 剛剛如果除了你可以用Gamity 或TrumpP得到答案之外 我會把答案放在這裡 給各位參考 那再來的話 如果我想要畫一個圖 類似像這樣 細索占筆統計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也就是利用樞紐分析表 加上樞紐分析圖 答案就出來了 那怎麼做呢? 接下來一樣 首先你有這個欄會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呢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按插入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OK 那按下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的話 我想樞紐分析表 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各位講的樞紐分析表太好用了 其他工序 我覺得即便有也不好 沒那麼方便 我覺得這個是以色尼很厲害 為什麼以色尼這麼受歡迎? 就是這個東西 OK 那其他環體也有 但是做的沒有那麼方便 這麼好用 OK 那雙紐分析表的精神就是說 第一個 請你告訴我 你要統計的範圍 有沒有 所以插入他問你說 你的範圍是這個範圍 AE有沒有 到C的52 這個範圍對不對 52嘛 C啦 應該52 理論上應該沒有錯啦 或者是你這個地方52看一下 52沒錯 按確定就OK了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要統計系所的數量的話 很簡單 把系所先拖拉到列 再把系所拖拉到尺 你系所拖拉到列的話 他會先幫你把不重複的系 幫你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清單 本來好像50 這個51個同學吧 那你會發現不重複之後的話 他會變成到23 23還要再減掉3 他還有20個 所以不重複的系 選課裡面的話有20個系 那如果你在這個系所拖拉到值的話 他會幫你算數量 所以你會發現 數量出來了 公理系一個 化學系四個 然後可能看起來好像比較多的應該是這個 地理系 有八個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已經統計出來了 可是他的順序不符合我要的 理論上我希望是找出那個選客人數最多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幫我把數量多的放前面 數量少的放下面有沒有 這個叫什麼 遞減嘛 所以如果你要遞減的話呢 請你把游標先放在B4這個位置 然後利用那個資料裡面的那個 資料有個排序有沒有看到 排序這個區塊 也就是說你先把游標先放在B4 這個位置很重要 你不要放這裡有沒有 然後再到資料裡面 找到Z到A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1 這個是2 這個是3 然後呢把這個Z到A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他就幫你怎麼樣? 排序了 有沒有? 小到大到小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 哇,第1,第1,第2,第3,第4,第5 所以其實前4名的話就出現了 當然你說第6,第7,第8其實也會顯示啦 那將來如果說呢 你只要留下前5名的資料 其他名次都不要出現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邊列標籤的右邊這邊有個箭頭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什麼? 留下前5項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按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值得篩選 留下前... 預測這前10項嘛 那你其實是可以把10改成5就可以了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只留下前5名了 有沒有? OK 但這個其實不做沒關係啦 如果你假設要全部的話 就是再把它... 這個有漏斗對不對 把這個漏斗把它清除掉對不對 就把這個清楚篩選 它就會哭了 OK 這個還蠻好用的 以後你假設要留下罪狀 因為為什麼要特別用? 你是有做統計分析吧 因為我要知道答案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 你要變土法蓮剛剛慢慢來 那很浪費誰? 然後我們這個資料還算少的 以後如果這個資料量是幾萬 幾十萬、百萬筆的話 那也可以瞬間完成 哇,那簡直太方便了 OK 所以我要前五項 這個我想我們先把它全部好 待會兒可以試試看 最後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把它畫圖的話 比如說我希望畫個比例圖 有點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比例圖 就是幫我把細所佔比 全部都顯示出來的話 哪個最多有沒有? 然後幫我畫個圖出來 那怎麼做呢? 最後記得樞紐分析表裡面 上面不是有一個樞紐分析表分析這個 你可以找到有一個叫樞紐分析圖 也就是游標放這個範圍之內 如果你要畫圖的話 記得找到叫樞紐分析圖 然後如果要佔比的話 記得找那個所謂的圓形圖 這邊有個圓形圖 按就選這個就OK了 按確定 然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放大一下 圖就出現了 有沒有? 相對的感覺比較穩明一點 這邊可以改一下 這個叫細所佔比統計 統計圖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在把優標點下那個框框 然後呢 讓它字放大 大概20號字 我覺得20差不多 顏色變成紅的好了 然後出幾次 那就很清楚了 不過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這個圖跟這個顏色 好像有的時候太不好 產生關聯性 因為這個顏色 如果有人對顏色不敏感的話 可能會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接近的話 不好分辨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按右鍵 可以新增一個標籤 那按右鍵 在那個圓形上面按右鍵 它會出現一個資料標籤 那我是建議你們可以選的這個叫圖說文字 它就可以幫我把上面呢 哪一個系 是哪一個 其實可以把它標個標籤 這樣會更清楚 不過啦 它缺點是說資料太多了 另外這個區塊如果要把它凸顯的話 你可以點一下地理系 先點全部 再點地理系 再按注標放往外推 地理系也會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馬上可以讓人家一目瞭 原來佔比最多就是地理系的部分 OK 另外 當然 這邊的資料改變 這邊好像也會改變 所以假設我這邊篩選 只有留下前五個的話 我只要前五個 那你會發現 這樣 這邊改變 這邊也會更改變 這樣好像更清楚了 如果我只要前五個 這邊的圖 這樣好像比較清楚 剛剛好像 如果這邊 假設我沒有留下前五個的話 這樣感覺有點亂 有沒有 應該可以比較出來 所以 我們下學期的課 我是希望 你們除了要做出來之外 還要去思考 怎麼樣做 對別人去理解一個資料的時候 是最簡單的 最直覺的 有沒有 你千萬不要把每個人都當成是 好像是資料的專家 沒有 像老闆都很 老闆都很懶的 老闆也沒那麼聰明的 所以其實老闆是希望看到 你給我一個很清楚一下就知道答案的 你不要給我一些不需要的 有沒有 像那個 只有一個人選課的 你不要告訴我 你就是告訴我那個 可能要前五名的 前五名的話 你就是什麼 把它改一下 所以這邊可以改一下 改成這樣 前五下 這邊改成五就可以了 按確定 好 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這個蘇紐分析表可能對同學來說 有點陌生 但是你會發現你用了你就覺得回不去了 你會用的 太好用了吧 而且很清楚 那我把步驟再講一遍 第一個的話 油標先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插入蘇紐分析表 然後第二步的話 就是把這個系索拖拉到列 再把系索拖拉到直 再來產生資料之後 記得排序一下 排序的話 資料裡面列到A 就是由大到小 那另外的話 當然你可以先不篩選 你可以先把圖畫出來 再去變動 我剛剛變動的話 從這邊變動 前十項 改成五就可以了 按確定 這樣的話我就知道 前五名的這個佔比了 可以看得出來 前幾名的佔比真的還滿大的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